買新車一定要貼隔熱紙 但其實在貼隔熱紙之前 很多網友們都會對於隔熱紙有一些疑問 我這邊收集了一些常見的網友們提出的一些疑問 那今天我就要來找勝發隔熱紙的洋店長 還有龍哥 請他幫我們解惑一下 順便也帶給網友們更正確的消費觀念 Let's go 店長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服務跟設備 這個是VQ最新的一個消毒設備 它有消毒水 調整時間之後它就會把噴霧噴出去 噴霧這邊會噴霧這樣 會噴霧出去 然後車子要發動開內循環 然後讓它在裡面消毒 現在目前VQ這邊推出的一個新的服務 對對對 在我身旁呢就是我們勝發隔熱紙的洋店長 其實我後來就是在網路上面其實我們搜尋了一些大家一般消費者 網友們對於隔熱紙的一些疑問 所以我今天想要請洋店長來幫我們解惑一下 首先呢第一個問題就是說一般大家會覺得VQ格熱紙是屬於比較高階的格熱紙品牌 當然在價格上面也會跟一般平價格的格熱紙品牌有落差 那我想知道這個落差在哪裡 還有這個差異性跟特性的部分 可以請洋店長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好 一般來說呢 各個品牌其實都有入門款 對 跟中階還有高階款 高階款 對 那以VQ格熱紙分成大約兩類 好 一類是金屬反射型 金屬反射 另外一類就是吸收型的 吸收型 那以VQ格熱紙來說 它的最強的就是金屬反射型 那以它VK系列或者是X系列 對 它就是利用磁控噴溅的技術 磁控噴溅 對對對 一層一層的噴在PED的耐磨層上 喔 了解 那它的金屬反射會比較高一點 是 對 所以它的相對價格也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它的材質裡面還包含黃金 銀 貴金屬 對 所以這樣相對成本高了一些 喔 所以這部分的話 消費者就是來的時候 你們都跟他講說 我這個格子是什麼系列的 然後它的特性是什麼 然後它的施工的 然後之前的製程 是怎麼樣製作而成的 甚至有包含貴金屬等等 對 所以這個原本的產品的一個單價才會稍微高一些些 是是是 店長 那其實剛剛我們有提到這個吸收型跟反射型 那我想知道 消費者一定想知道說 吸收型跟反射型 它們的特性 最大的特性差在哪裡 以反射來說 我們直接把熱源反射掉 反射 如果熱源來了之後 它是可以透過隔二指 然後把它反彈回去的 反彈回去的 那吸收型呢 就是它是把熱源吸在玻璃上 那當然它熱源進不來 可是到達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就好像海綿一樣 吸放之後 它熱源會穿透進來 是喔 因為海綿吸到一個 一定的程度之後 它還是會就開始滴水了 它也沒辦法繼續吸了 對 所以它會只是一直把熱源給吸收在玻璃上 可是它對熱的承受度還是有極限的 如果它超過它這個隔二指本身吸收熱的這個承受度之外 它就開始從玻璃慢慢滲進車內 可能突然覺得你突然變熱了 這樣子 喔我知道 一定有觀眾朋友開車有那種大太陽的時候有沒有 有一種可能聽紅綠燈啊開車的時候 開始覺得欸 欸怎麼會這樣燙起來這樣 那種感覺 那就是吸收性的 對 好 那一般來說就是 很多人就是貼隔二指之後 等待它乾燥這段期間 比如說可能水蒸氣啊 或者一些水泡等等 好像金屬的反射型的 會比吸收型的 要等再久一點點的時間 對 像剛剛說的 所謂的吸收型是 把熱源吸在玻璃上 我們知道水要蒸發就是需要溫度 對 它溫度就到達一定程度 是 自然就會比較快的蒸發 喔 水的溫度水泡就容易消失了 就是以金屬反射膜的話 因為它必須要到達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溫度 對 它才會慢慢的蒸發 可是因為它是持續的做反射 嗯 熱源進不來 它也沒有吸在玻璃上 因為它需要比較長時間的曝曬 溫度才達到一定的程度 喔 這時候可能才會慢慢的做蒸發的動作 好 其實像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來這邊貼隔熱子的 我是選擇VK30前檔 然後VK10是我的側窗 對 我確實在當初施工完之後 我大概等了 三週左右的時間 它那個 那個泡泡呢 水泡呢 就稍微 慢慢慢慢的不見 對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你會怎麼跟消費者溝通說 今天這個 有這個小水泡的時候 需要等待的時間 通常大約會是多久 以VK系列或是X系列的話 通常在我們申請書上面 就會寫說 乾燥期是6到12週 6到12週 對對對 那必須要等待這段時間 讓它自然的乾燥 它一定會慢慢不見 那如果以一般系列的 其實在一個禮拜左右 它就會完全乾燥了 一般不是金屬系列的 也是金屬的 只是說金屬成分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高的 就一個禮拜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金屬成分比較高的 那可能要到6週 相對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貼隔熱子的時候 真的可以貼到 就是點灰塵都沒有嗎 很難耶 很難嘛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現有的環境 其實只要不是在汙塵室裡面 我們的身上其實多少都有灰塵 但肉眼看不到 其實有時候我們只一撕開 灰塵就跑進去了 對啊 不知道 所以如果要做到零灰塵的 其實是不太可能的 可能一般網友會覺得說 那灰塵跑進去 會對我的隔熱子有什麼影響嗎 其實不會有影響 不會吧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你基本上施工完之後 它整個玻璃都是非常的服貼的 對 然後也不會影響到視野 是 除非說我們這張紙裡面可能 某個地點 某個地方會成太多了 其實在每關部分 真的是可能會有點醜 對 那我們就是予以保固這樣 喔予以保固 這時候我們在貼完隔熱子的時候 通常車主都會看一下 詮釋一下 驗收一下 這時候就可以把那個 我們在施工的部分看清楚 對 那假設真的有 有那種比較明顯的灰塵跑進去的話 對 那V庫這邊 其實是會給予保固的 是的 就馬上幫你換一張新的之類的 是的 喔了解了解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我貼的隔熱子是不是V庫呢 還是看那個貼紙 看那個貼紙嗎 因為貼V庫 像我自己 貼V庫就有一個 小的V庫的名牌 有沒有 IMV庫有沒有 對 所以這部分一定要去找 那個有授權的店家 對 當你施工完了之後 我們就會給你一張申請書 讓你做填寫 對 可能車牌什麼姓名地址 一定要寫清楚 對 那到時候才會有一個正式的 總共是會寄一個正式的保證卡給你 喔 是喔 所以這個保證卡就是 可以讓你知道說 我現在貼的 絕對都是贈品 而且是在原廠授權的這個經銷商 非常專業的這個經銷商 進行這個施工的 是 對 那假設我是一個比較注重隱私的駕駛 那我想要選擇 有這個反光效果的這個隔熱紙 我可以選擇你們家什麼樣的隔熱紙 以路過來說的話 我們比較推薦的當然就是以 K系列 K系列 或者是PVIP PVIP 這個系列的隔熱紙都是具有這個 反光的效果 是的 那我還是要幫那個女性的車主們再問個問題 就是說 隔熱紙它本身就有防曬的效果嗎 有 有是不是 對一定有 當然有會有 比如說細數嗎 因為像我們在噴那個 擦防曬油啊 都有細數 你要細數跟消費者溝通的話 他們應該很快就知道說 到底防曬效果好不好 像一般那個市面上販賣的那個 防曬乳 對 大概都是50 50 plus 那以我們VK系列來說 是325 325 對 防曬效果到325 SPF 所以我開車的時候 開車出門基本上 在車上我不用擦防曬油 因為它的這個熱效果 它的防曬效果已經非常非常棒了 對不對 那基本上VK系列才有到325 對 了解了解 就是如果我貼完格子之後 是有個等待器 那我是不要去升降窗嗎 還是什麼的 一般我們施工碗的車輛 我們跟客人就是講解一下 注意事項 大概車窗部分 我們就是建議兩天 不要做升降 兩天不要做升降 那前檔和後檔部分的話 就是 現在大部分會有那種行車記錄器 或者是 衛星檔會用吸盤類的 對 我們都會建議它一個禮拜之後 再做 那個 連的部分 連的部分 吸盤 對對對 那後檔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儲物線的開關 儲物線開關 對 一個月等它完全乾之後 再做開關的部分 對 我們在貼完那個 格熱紙之後 那它有沒有後續需要保養 還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保養部分 其實格熱紙不需要保養 對對對 因為一般 除非有髒污口 必須做擦拭 擦拭的部分 可能也不需要用清潔劑 或者是有補食性的東西 不要用清潔劑 或補食性的東西 去噴你的格熱紙 對 我們待會用清水 或者是 濕一點的布 不要用乾布 它會把格熱紙刮傷 乾布會刮傷 對對對 所以我們稍微有 稍微濕一點的布 來做擦拭就好了 用清水 清水擦就好了 以V庫的產品來講 應該也會有 所謂的保固 的部分 對 以V庫來說 我們一般的保固 就是五年 對 那 那 以OEM系列的話 就是三年 對 那只要不是人為的因素之下 其實 都會保固的 只要是紙的 氧化呢 喔 氧化 剝落了 剝落 對 或者是有 我們施工上的問題 可能有 造成紙上的損傷 損傷 對 那我們就會保固 店長 我剛剛看到 我們現在做上擺的東西 雖然說你們有 V庫的精品 對不對 可能是要送給客戶 如果客戶貼完之後 送給客戶的 對 然後還有 除了剛剛那個 我們看到的那個 車內的那個 對 那個機器之外 設備之外 其實也有鎖匙的 我們也可以幫 車子做一個基本的清潔 消毒等等 這個東西比較好奇 這個東西是做什麼 這個我們是 它叫做三項測試儀 三項測試儀 對 那就是針對說 可能有些客人 貼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想說 怎麼越來越熱 是不是隔熱紙沒有效果了 對 那我們用這個機器來幫他做一個檢測 然後看是不是還有那個 紅外線 巧克力是不是還有一定的程度 可以做隔熱 它可以偵測哪幾項指標 它有紅外線 紫外線跟透光綠 透光綠 對對對 那你車子的顏色的深淺 它也可以透過這台做 做辨別 對 那假設我 我確實想要做 雖然說我可能沒有貼VCOOL的隔熱紙 是 那我可以自己開來這邊說 你可以幫我檢查一下嗎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是不是 不會奇怪就對了 不會不會 不要害羞 但是可以檢查 這個檢查其實 對於算是 服務各個品牌的一個車友 假設你只要對於隔熱紙的部分 有疑慮 你今天可能已經開了三年 開了五年 你覺得好像天氣是天氣越來越熱還是隔熱紙的效果 越來越差 不妨 就可以來這個 送到隔熱紙這邊 幫你做個檢測 是 對不對 龍哥剛剛那個 你去哪裡 當然去小忙一下 小忙一下 剛好 因為現在確實是隔熱紙更換這個旺季 所以龍哥也是百忙之中 被我硬拖來的 龍哥那個剛剛其實 楊店長幫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對不對 那我想說龍哥這邊是不是有還要補充的地方 當然其實還是要稍微小小的補充 當然我們現在隔熱紙 其實當然還是要相對跟車主跟客戶 所以講了一下就是說 溝通一下 對溝通一下 其實我們目前其實保證書啊 其實客人都會都可能會忘記 其實我們的保證書呢是一個申請書 申請書 它不是真正的保證書 當然當然上面的一些資料呢 這需要客戶填好以後 然後寄回公司 公司會再寄一張正式的保證書給你 那當然還有享有原廠的服務跟保證 就是以VQOO來講是五年 對五到七年 五到七年 是啊 七年的部分呢 我們保固的七年 就是我們VQOO的X系列 X系列 X系列 X系列是保固七年 但是一般系列都是五年 對都是五年 所以才會有五到七年的這個保固 是 所以說我好像在網路上有聽到 就是坊間有這個所謂 跑單幫的這個業者 他會幫消費者 或是貼VQOO的格認紙 但是那個價錢好像有點混亂 所以我想這部分可不可以請 王國這邊幫我們就是解釋一下 或者說明一下 可以啊 可是其實是說在我們VQOO 全台灣有31個原廠的服務據點 的經銷商 對 那相對其實在我們服務經銷商之內 的原廠才有這樣的保固 可是因為 其實 目前當班客他們完全是沒有店面的 當然我們實際店面 讓客人看得到實體的產品 那相對也對客戶才會有一些 就是保固 對 才會比較好 保障也比較好 對啊 那當然相對其實 外面很多坊間那種 沒有店面的啊 其實跟我們實際店面 有時候說是 價差都會差 蠻多的 蠻多的 對啊 那相對其實 客人也不了解隔熱紙 它真的貼到是真的假的 對 因為 要是沒有一個就是店面或者是 像原廠規範的這個 類似它的一個擺設等等 你沒辦法證明說這個隔熱紙 它就是 來源不明 對啊 你也不曉得 所以我們V庫之前 才會有一個仿冒品 山寨版的 對 所以原廠為什麼會有做這樣的 這個動作就是 要請認明 就是我們保證書的申請書 然後當然相對上面的施工 特約施工廠商 跟地址 甚至所謂的型號 我們都有所謂的 保固書申請書的資料 需要讓客戶填 對 這樣才會確保這樣的產品的保固 是是是 要怎麼樣分別 是不是山寨版還是正版的V庫爾呢 我這邊手上有一份 官方的這個文宣 它這邊就可以讓你知道 你今天只要看到 這樣子的V庫爾的字樣 Logo 這兩個 都是山寨版的 那正版的 正版的話 其實在我們的原廠貼紙裡面 是IMV庫喔 是IMV庫喔 我覺得其實龍哥講的就是非常的好 因為會讓大家覺得 我今天就是要貼V庫 我就是認V庫這個品牌 如果我去貼到山寨 我不是冤大頭嗎 當然啦 對不對 那非常謝謝今天龍哥這樣的一個說明 應該會讓大家 對於V庫爾這個品牌更加的一個認識 是啊 一樣 就是大家假設有其他的問題 或是對於隔熱子有傳官的問題的話 歡迎來這個聖巴隔熱子找龍哥 雖然龍哥平常公務繁忙 但是來聖巴隔熱子這邊還是會有其他的 比如說剛剛是楊店長 也會用非常專業的一個角度 來為大家分析還有說明等等 OK 那我們過車去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